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肺部位于胸腔之内,分为左右两肺。 两肺均覆盖于心脏之上,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可以维持人体的正常运行。 对人体的主要作用有通气、换气、防御以及调节三减平衡、除血等。 最近这几年,肺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肺癌也成为所有癌症当中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一种癌症。 尤其是这几年爆发新冠病毒以来,大家更加注重肺部健康的问题。 当肺部出现问题的时候,呼吸系统无法形成呼吸机制和转化形式,肺部就会积聚过多的毒素和垃圾。 这个时候就会通过喉咙的一些情况来表现出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咽喉肿痛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会出现咽喉肿痛的问题,一般是因为上火或发炎而导致的。 如果总是感到喉咙肝痒疼,有异物感,经过检查发现咽喉不只是红肿,大家不用太担心。 但并不是所有的咽喉疼痛都是上火或发炎引起的。 尤其肺部发生病变,尤其是出现肺癌的时候,也会出现咽喉疼痛的现象。 医学上被称之为气管的反应。 因为喉咙与气管相连,可以明显感觉到疼痛感以及相应的反应。 2.声音嘶哑 在平时如果嗓子发炎的话,也会出现声音嘶哑的现象。 但是肺癌患者同样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癌细胞扩散压迫到了喉咙所导致的。 如果大家长期出现这种情况,即便是吃药也得不到缓解,一定要及早做肺部检查。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杯。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3.振发性咳嗽 当人体因为腔壳吸入刺激性较强的气体,咽喉部位发炎肿痛等情况都可能会出现咳嗽、咳痰的问题。 咳嗽的类型有很多种。 当肺部发生病变的时候,会出现振发性咳嗽,常常表示咳嗽剧烈、喘不上气、胸闷、气醋等情况。 如果同时伴随有咳嗽、少量掺杂血丝的现象,说明肺部情况已经发展得比较严重,且不可拖延。 4.喉咙异物感 在我们平时感冒的时候,也会出现喉咙肿痛的情况。 这个时候有些人总是感觉喉咙有异物感。 但是如果这种症状持续半个月以上还没有得到好转,不管吃什么药物都不管用的话,大家就要引起警惕,及早去医院做肺部检查。 5.吞咽困难 肺部功能出现异常的话,可能会导致咽喉部位发炎或病变,从而影响正常吞咽。 吃东西的时候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 如果在平时发现吞咽食物比较顺畅,没有异物感,说明肺部健康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吞咽食物特别困难,还有明显的异物感,说明肺部出现了问题,及早做检查。 6.喘明 喘明是肺部呼吸音之外的一种附加音,仅由呼吸道产生。 喘明音一般是一种连续的、持久的、悦音性的、由呼吸气道产生的附加声音。 患者的呼吸音就好像是哨子一样像,引发这种喘明音的因素有很多,不过有一种,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 如果肺部出现了肿瘤,可能会引起支气管狭窄而造成部分堵塞,产生局部性传明音,一定要及早做肺部检测。 肺部出现问题还可能会伴随这些症状。 1.持续低热 如果肺部出现了肿瘤,肿瘤堵住支气管之后,往往有阻塞性肺液存在,程度不一。 轻者仅有低热的情况,而重者则有高热的情况。 病药之后可以暂时好转,但是很快又会复发。 这是肺癌早期最明显的一个症状。 2.胸部胀痛 肺癌早期胸动的情况比较轻。 肺癌早期的症状表现为闷痛、隐痛、部位不一定,与呼吸的关系也不确定。 如果胀痛持续发生,则说明癌症有累积胸膜的可能。 3.背部疼痛 肺癌会侵犯背部的胸膜神经肌肉,还可以侵犯肋骨,出现背部疼痛,也可以蔓延到椎骨,出现胸椎疼痛。 肺癌引发的疼痛一般是比较严重的,需要使用止疼尿来控制。 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劳累所引起的,想要远离肺部病变,就要远离这三种气。 1.香烟毒气 在伤肺的行为当中,吸烟首当其冲,不论是吸烟还是被动吸二手烟,三手烟,都会增加肺部病变几率。 香烟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百余种有毒物质。 这些有毒物质吸入肺中,被肺泡和粘膜吸附,久而久之就会损伤肺功能,有发肺部病变。 长期接触二手烟,患上肺癌的几率也比正常人高出六倍。 想要呵护肺部健康,首先要远离香烟的毒气。 2.厨房的油烟器 据统计,油烟当中所含有的致癌物质是一根香烟的几十倍。 经常爆炒或油炸的烹饪方式,会导致室内PM2.5迅速飙升几十倍。 如果长期处在油烟浓度比较高的环境当中,对肺部的影响显而易见,可能会诱发慢阻肺,甚至诱发肺癌。 3.建筑装修有害气体 室内装修材料当中含有甲醛、粉、冬等有害物质。 这一类物质对于呼吸道疾病危害是非常大的,如果长期不注意,可能会诱发肺癌。 日常如何预防肺癌? 1.尽量采用轻炖或轻蒸的方式烹饪,不要总是采用油炸或爆炒的方式。 安装品质比较好的油烟机。 2.平时要多喝水。 肺部喜欢湿润的环境,能够帮助肺部排毒,也能够滋养肺部。 3.合理安排休息。 注意改善劳动和生活环境,防止空气污染,特别是粉尘及有害气体侵入,不去人多空气污染场所。 在病毒、细菌性疾病流行季节应减少外出。 4.进行适当体育锻炼。 如到室外散步、慢跑、上下楼梯、蹲起运动以增加肺活量,提高肌体抗病防病能力。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我们下期再见啦。